一根铁棒20万 为什么在青藏铁路两旁 差15000根铁棒 这是一个伟大的杰作 这些铁棒有一个专属名称 叫热棒 高两米左右 就像护卫战士一样 处理在青藏地区的公路和铁路旁边 隔一米就会插上一根 而且一根铁棒的造价可不低 达到20万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铁棒感到很疑惑 难道这是道路炸了吗 可是也说不过去 如果是栅栏用水泥做不是更便宜吗 从外观上看 这根铁棒有一些铁片和线圈缠绕 很明显能有作用 想弄清楚这些铁棒的作用 就先了解当地的一些情况 青藏铁路于1958年开始建设 1984年一期建成通车 而到了2006年 全线才得以通车 总长1956千米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乌鸡 海拔在4000米以上 因此青藏铁路也成为世界上最长 且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 并迅速成名 成为很多人打卡与挑战的网红路线 由于海拔高 很多人来到这里会出现一些高原反应 每个人都得随身携带一些氧气瓶 而且这里的气温很低 导致土壤中的温度低 土壤里就结成了冰屑 俗称冻土层 冻土层在青藏高原很常见 如果是在冬季 冻土层很坚硬 会对公路建设 道路养护等造成极大的困难 而且冰土的形成 会导致公路体积增大而爆裂 然而到了温暖的季节 在阳光的照耀下 这些冻土就会融化成水 使得土层变软 让地面变得泥泞起来 更严重的是 导致地面会沉陷下去 会造成房屋裂开 道路变形 铁路和公路由火车和汽车行驶 速度很快 在路上遇到这样的道路是非常致命的 不仅如此 如果在陡坡时 还容易发生滑坡现象 会危急行人或者当地的居民生活 如果长期不解决这个难题 花费上百亿的铁路公路 全部化为乌有 这要解 在青藏地区的道路 有80%的道路 毁坏是由冻土层造成的 对于这样的自然危害 很多专家想出来解决办法 造成这样的困难 基本原因就是一胀一缩 解决的办法就是 要么一直缩 要么一直胀 于是热棒就被研究出来了 那么简简单单的一根铁棒 它是如何发生作用 为人类解决冻土问题呢 这是一根密闭空心长棒 别看这根铁棒只有两米长 插在地下还有五米呢 露在地面的两米部分 称为散热段 其作用就是散热 而埋在地下的五米部分 就叫做吸热段 在吸热段的最底层 有着大量的液氨 因土壤就有一定的保温功能 在冬季时 地面温度比地下温度更低 热棒的吸热装置 会吸收土壤中的热量 液氨在吸热段 遇冷会蒸发成气体 然后沿着热棒管往上流 直到热棒上部 遇到冷壁后就形成液态 再沿着铁壁回流到吸热段 再次被蒸发掉 带走铁管里的热量如此循环 把自然界中的冷量传到冬土中 使得地下一直保持低温状态 这种装置是单向导热导冷 只能把地下的热量导出来 不能将地面的热量导入地下 冷气也只能从地面传到地下 而不能从地下传出地面 即使到了夏天 外界的气温升高 冬土也不会被融化 地下就能一直处于低温状态 因此冬土层成了涌动层 有效的防止公路或者铁路融沉 别看热棒的造价很贵 由于这个伟大的发明 就能防止价值百亿的道路毁坏 简直是目瞅所知 最后问题来了 为什么不把热量导到地下 让地下的冰融化呢